注意看 中国姑娘到韩国打比赛 嚣张歹毒的韩国恶女 竟然当众扇中国姑娘耳光 另一名韩国恶女更可恨背后偷袭 一巴掌打在中国姑娘头上 然后揪着头发直接放倒在地 你以为他们的嚣张到此为止那就大错特错 在另一场发布会现场 当众挑衅推荡殴打中国姑娘 在上一场比赛中 她更心狠手辣的对中国姑娘下死手 把中国姑娘按在身下 然后就是疯狂的杂鸡和肘鸡 完全无视裁判的阻拦 最后中国姑娘被打得双耳失聪 不得不提前结束职业生涯 另一名中国姑娘也没能逃出她的魔爪 比赛现场她完全不顾中国姑娘死活 硬生生顶断她四根肋骨 看到中国姑娘的惨状 赛后她竟然拿开心的大笑起来 你知道吗 张北蒂实在是太可笑了 我不知道是谁给她的勇气 竟敢来挑战我 把她亲手打到毁容 让她感受一下我们韩国的整容技术 面对棒子的嚣张挑衅和残忍手段 张伟丽立马前往韩国 是要为受到伤害的中国姑娘报仇 并且她赛前也罕见公开扬言道 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 我们不喜欢说垃圾话 我只喜欢 我只喜欢在那个八角龙里 跟她用拳头说 好了废话不多说 为了让更多的人看到张伟丽的勇猛 请大家长按三秒点赞 比赛正式开始 红色拳套是韩国拳手徐一潭 蓝色拳套是中国拳手张伟丽 棒子非常嚣张 赛前竟然大言不惨说 要让张伟丽尝试下韩国的整容技术 可是现在她面对张伟丽 却丝毫不敢上前攻击 看到一直虎视单单盯着自己的张伟丽 她只好扫踢试探 却遭到了张伟丽的疯狂还击 为了躲避张伟丽的攻击 她抱着张伟丽的腿 试图把她拖入地面 张伟丽摆脱她的控制之后 就是连续的顶溪 棒子再次被打倒在地 张伟丽丽丝毫给她喘息的机会 上前就是疯狂的杂技 对 张伟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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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对 对 总得 比利指揮 少量小羽 是绘读的 这样子的突出 还有机构 但是中间的 只是 張維利等等,就能uge中短期 常運拳開他! 張維利,又去世界上了 川卡月娥·戰隊 Shorehae? まあ,上次是最好 張維利一下Bankz的防禦 然后上前就重拳砸击 棒子被打得毫无缓手之力 开始逃逃躲避 伸晓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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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赛进入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差点被打残的棒子 再次和张维莉玩起了猫猪老鼠 棒子一击扫踢被张维莉接吐 然后一击后手拳精准命中头部 张维莉再次上前攻击 棒子只好摟抱来缓解 但是被张维莉抱着头就是顶膝 然后一击走击 棒子瞬间倒地 然后紧跟上前就是疯狂砸击 裁判终止比赛 必须给裁判点赞 棒子早已经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可他就是不终止比赛 多给了几秒爆打棒子的机会 如果再多给几秒 棒子估计就要被抬着下内坛了 最后张维莉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嚣张的棒子尝到了自己种下的恶果 大家觉得这场比赛张维莉表现得怎么样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明天见